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秦岚 我们冬天的时候,因为我是北方人,我是沈阳人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,冬天我们会下很大雪的时候,我们会堆雪人 然后会放炮仗,然后会包饺子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两道菜是雪棉豆沙和锅包肉 都是我们辽宁东北的特色菜 就会跟爸妈在一起 然后在北方,我相信在中国很多习俗就是 到了大年初一就一定要去亲戚家,去长辈家,去拜年 然后基本从初一到初八都已经安排满了 无数的亲戚朋友家都要去拜年 然后去送新年的年礼